那八字裡面呢 代表這些基因元素 總共就是兩組 第一組十個 就叫十五星 第二組也是十個 就叫十吉凶星數 那唯一要各位貝的只有這句話 整個書記裡面只有這句話 請各位花個三四秒給老師 把它練三倍 如果貝不會的話 那我就陪你們不要下課 不會嗎 這一句話 財 觀 應 彼節 慈喪 這個就是第二組叫做十吉凶星數 我們這一輩子有什麼樣的業意 有什麼樣的福報 有什麼樣的才華 有什麼樣的個性 就是另外由這十個吉凶星數 直接透過我們剛才講的所謂的八字 跟大運十柱 十個字 這樣的吉凶多重組合 組合起來了 所以在這個多重組合裡面 我們剛才講過的 可能也會有吉星 可能也會有凶星 那你這個十七點吉星化 你當然就是走好運 可是你到下一個十七點 吉星變弱了 凶星變化了 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準備要打霸霉了 你就準備要凶運了 所以有這十個吉凶星數 只有兩組 你的八字命盤打出來 只有這兩組 前面三個 財官應又分正偏 所以有正財偏財 正官偏官 正應偏應 後面記住 彼節十三 這個順序請千千萬萬不要隨便把它偏偏倒倒 它跟木火土金水是一樣的 都是相聲的順序 這樣了解了嗎 各位不要看這麼一句簡單的話 這是三十年的智慧精華在這裡面 你們看所有八字命名的書 都沒有提過這一句話 財官應 彼節十三 我們就要多念幾次 財官應 彼節十三 彼節呢 就叫做彼節節財 十三呢 就叫十神 三官 我們再看一下這十個所謂的十個星數的名詞 這十個星數的名詞 這邊又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傳統的八字裡面把這十個星數稱為叫做十神 所以如果看到這十神就是指這十個 知道嗎 但這個十神各位跟這個十神念是不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發音 再來我很不喜歡命理學裡面 老師一大堆神來神去 我很討厭 這個都在搞神秘 命理學不是一個神秘學 命理學是一個生命道理 非常具有邏輯科學觀念的學問 所以我現在全部都把它改用 叫十極修心數 這樣了解了嗎 我們就不要再講這個十神了 同樣都是這十個星數 各位看一下這十個星數 你們就用最簡單的直結印象法 然後應用你們國小三年級的國語程度 看一下這十個星數 不要給你們玩腦筋急轉彎 麻煩請你們告訴我正才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如此 偏載是什麼 絕對百分之百就是如此 所以我常常講 要學會中國的命理學 國小三年級的國語程度就學會不會 你們看到這個節才 來有人告訴我誰喜歡節才這個 這兩個字 有你喜歡嗎 有你喜歡嗎 十神 看到這兩個字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 有沒有非常高興快樂 告訴你 祂是天下第一福神 你八字命子裡面 如果有十神的話 同行嗎 這叫好命星數 所以 既然才極胸 第一堂課老師就馬上到處 很簡單 正才偏才 誰告訴我誰不喜歡錢的 哪一個都不喜歡 每一個都不喜歡 所以正才偏才這兩個星數都是極星 正關 當關的 因為偏關的另外一個名詞叫七煞 我們電腦面盤打出來的偏關 這是指七煞 正義好的 偏義不好的 筆尖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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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快就把極胸心數馬上就告訴你們 財官應筆結十三 有五個是極的心數 正才偏才 正觀正義之神 這是好的心數 有四大胸心 四大惡人心數 第一名就叫偏義 第二名叫三官 第三名叫解察 第四名叫青少 四大胸心 筆尖呢 打一個三角形 就是極胸殘蛋不好 不壞 看他放在什麼地方 總是要有一個緩衝性 那很清楚明白了 你看地方都要讓他知道 整個八字命理學 是構成我們生命最重要的基因 它具有多種主要性 所以 集中會帶胸 胸中會帶己 不是單一心數存在 那要來表現這些基因心數 因為我們都是由五行來組成的 所以五行又非陰雅五行 那未來來運算這個陰雅五行呢 就取用了 十個天干 十個天干 來代表這十個陰雅五行 就是賈雅五行 物己跟欽人鬼 也來代表我們每一個人 最基本的本命天神和個性 再來 要來表現我們這 這個人這一輩子的夜報福利 有哪些 好壞運有哪些 延伸出了十個其胸心數 就是財官印 那既然是其胸 就有五個其心 正財偏財 正官 正印 十神 那一個不好壞的心數 叫肩 那就有四大胸心 第一叫偏硬 第二叫三官 第三叫劫財 第四叫欺煞 各位去聽聽看 我講的這四大胸心 有哪一個名字 你聽起來會說 哇聽起來好舒服 有嗎 聽起來說很可怕 又是三官 又是劫財 又是欺煞 善氣等等 欺煞幾百萬一亞 欺煞醜了 沒兩亞 從賈亦比丁戶籍根據內委員 到財官印比捷食商 這是個心數 你有沒有去看到那個很尖深的名詞 你看了你不懂他在講什麼 下一堂課 一解釋 你知道 你今天帶著叫兄弟 肩膀跟肩膀靠在一起 兄弟 那詳細的解釋 八字出界的講義 各位回去 可以稍微翻一下 所以整個八字就很簡單 剛剛載到十個物性基因元素 你是哪一個 比如說你是假木 那就代表你的本性就像一個大樹 你是物圖 就代表你的本性就像一個石頭 你是人水 你就像大海一樣 就像流動的水一樣 很好動 喜歡到處跑來跑去 飄來飄去 這代表你的感性 那你這輩子有什麼好運壞運 就是用這十個吉胸心書來論述 那就很簡單啊 你的八字命局裡面 如果是吉胸心多 那就恭喜你啦 你這是好運壞運 如果你是凶心多 那就要可憐可憐你啦 這一輩子一定啦 一波會平一波又起 破刀胸有 人生經歷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可奇 這就是整個八字命理學最基本的論述 概要 那下一堂課 大家來上課的時候 要把你個人的這種八字命盤 這個可以請我們師傑幫你列出來 外面有那個專門給你寫基本資料的單子 列印出來 要帶著命盤來 在我們逐節課程裡面呢 老師完全不教你們如何排命盤 因為電腦程式三四秒幫你搞定 你不用花三多月再去學它了 這叫科學的進步 知道嗎 你自己學了老半天 排還會排錯 沒拉準 知道嗎 要學如何排命盤 等於你們慢慢上到中階的話 老師不教你們自己就都會 不需要另外花三個月的時間去排這張命盤 知道嗎 等命盤要出來 命盤裡面很清楚 命盤是不是看到一個命竹了 像這張命竹 他的本性就是要丁火告訴你 就是超級天下第一悶燒醒的 很像 有話都不在心裡面 專了三天才出來 人家聽到說你講什麼話 三天前的四秒 你看 丁火 命竹就是這樣 然後丁火就是燈火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把命盤帶來 所以老師在講解的時候 你們馬上就可以對照著看 馬上就可以告訴你們 每一個星數 它所對應代表的這種其凶變化是如何 我現在回到這一個人 你的師傅 我也是